花林的这一场育佛大典 还包括有来自于日本的国际学生 他是为了了解慈祭 特地来到台湾学华语 也有来自于尼泊尔的医生 则是借由育佛表达心中的感恩 恭敬共登主 来自尼泊尔的慎伟医师 这次育佛的心情大不同 去年尼泊尔强症造成严重伤亡 身为医师加入慈祭赈灾 见证爱的付出 让他怀抱满满感恩 深入佛法真谛 二十二岁的山普深珍 在日本从事宗教研究 曾和慈祭人一起为韩式发放热食 为了了解慈祭来台学华语 一年来积极当志工 第一次参加育佛活动 他也虔诚为雄本受在相亲祈福 在三节合一的日子花点金丝堂迎来好天气 人人虔诚欲佛学习佛陀的精神 实践行孝行善 就是报佛恩 亲恩众生恩最好的方式 大爱新闻江信心 柳洪志花莲报导